大家好,我是Stan 今天我们来看一个被军人老公折磨10年 最终赢不过压力 选择结束自己生命的护士妻子事件 2020年9月中旬 侍外者的姐姐在青瓦台以及航国各大论坛上传了这样的天文 妹妹大学毕业后,在一所大学议员工作 因为疫情延期了结婚典礼 但是在2020年跟交往多年的职业军人A某 登记结婚成为夫妻了 然后有一天,在帮妹妹夫妻整理新婚房后 一起吃饭的时候 隔醉酒的A某突然非常生气的大喊 这里是我的房子,你们都给我出去 然后对我母亲施暴了 而在对应她暴力时,母亲用手指抓伤了她 之后她就用这个来威胁我们 不给她赔偿5000万以及真诚道歉的话 就会提高母亲 在这天之后没过多久 妹妹就留下一书,孤单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而在葬礼期间 A某一直隐藏妹妹的手机 突然发脾气等,露出非常不安的情绪 因为感到非常奇怪 我就看了一下妹妹的手机 没想到手机里隐藏着 A某常常殴打妹妹,让妹妹下跪求饶等 超乎想象的内容 然后姐姐上传了一些妹妹与老公A某的聊天内容解图 推荐电影 这个不怎么样 我都说了是重新出生的话 在这里怎么能这样回答 这种电影才是经典 这才是人生的Guardia 能说不怎么样 真的会让人傻眼纳闷 这种都不试着去看的话 以后我们无法一起去旅游 我现在是认真的 好好思考后再回答 你这种敷衍的回答 会让人的先情变得有多不好 有多失望 都不知道吗 让人尴尬的这种不相话的反应 以后不要再跟我说一起做什么了 说实话 你的取向非常幼稚 现在我真的好上火 只有你的心情才重要吧 我给你名品 你却当成是垃圾 这么在意自己取向的话 你自己做翻自己决定吧 真的无法理解 你以后不要让我推荐电影 也不要跟我一起看电影 这百分之百是你的错 我无法理解 你应该也不知道你做错了什么吧 但百分之百是你的错 拜托 用大脑说话 你都29岁了 跟我认识也有10年了 你都不会试着体谅我 理解我 不能说一点都没有 但那些也都是这几年来 被我教育所以才会产生的 我看你这份德行已经10年了 所以觉得很累 清醒点吧 要不然真的会出大事 知道了 对不起 我会思考后再说话的 妻子只是说了一句不怎么样 老公就说了这么一大堆教训的话 要口气末考 到什么时候 考试日期 104 1537 不要做了 18 活这么久 第一次看到你这样的18女 废物一样的女人 回家吧 不要做了 你真的不知道你做错了什么吗 你这样 就要跟你这样的人生活 不要做了 不想拜托你 我说了 绝对不要做 我会做的 18女 离婚吧 下班后就会准备文件的 叉叉一样的女人 人在说话不赶紧回答 叉叉一样的女人 不考树对我的人生也不会有什么打击 是我疯了跟你这样的精神病患者结婚 不要做 是因为电脑关机了 网咖大叔来帮我弄 所以没能回答 拜托 不要再这样了 我说了不要做 看不起人也要有个程度 真要被你气死了 都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 跟机器人一样 嗯对不起 以后不敢了 拜托 我们不要再吵架了 我快要疯了 什么时候才能给我150万 这几天我不是一直都说我很累吗 不是说了要快点弄到那些钱吗 因为是我的错 所以有一直看你脸色 但是换做我的话 我不会去参加朋友的结婚典礼 先会帮助家人的 你真的是家人吗 今天为止不行的话 我就会卖掉股票 然后你以后就不要管我的事了 我现在可以汇款70万 你没有跟岳父说吗 没有 我觉得不需要借 但是如果现在当场需要的话 今天就会跟爸爸借钱 真的是吧 我不是说了要你跟岳父说 你给我借电话 现在不行 都说了是紧急情况 开玩笑吗 你不要参加结婚典礼 给我账号 我借到钱了 我自己解决吧 不需要你这种人 不需要你那个钱 快接电话 不接就离婚 不是开玩笑 是吧 喂 你给我好好道歉 对不起 我没能好好照顾我的老公 还这么嚣张 我会反省的 对不起 一大早就让你不高兴 让你大喊 让你骂人 对不起 我现在就汇款 不要发疯 不要再固执了 银行账号 当场汇款 我最后再说一次 你他妈再固执一次的话 我就会离婚 不是开玩笑 知道了 已经汇款了 我都说了数十次 我不喜欢自私的人 到最后都不认错 好吧 知道了 到现在都不道歉 那我们就离婚吧 道歉 道歉了也不接受啊 算了 不想听你狡辩 我已经警告过你 这是最后一次了 为什么突然要我道歉呢 都过了一个小时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不就是放了调味料而已 那不是你的错吗 真的不能理解 已经过了道歉的时间 不是开玩笑 如果好好道歉的话 我绝对不会原谅 我真的要疯了 不是开玩笑 一定要看到跪着求饶的样子 才能原谅吗 我要跟某某做 然后让我的叉叉 我一定要做 然后再咬他的脸 然后受爱者的姐姐 在IG也上传了很多 其他的聊天截图 这是因为老公A母的要求 妹妹向爸爸借钱的那个时候 女儿与爸爸的聊天截图 爸爸会快乐 跟妈妈要保密 一个人用吧 我爱你 谢谢爸爸 妈妈知道的话 应该会生气的 然后这是 是爱者在生前拍摄的 最后一张照片 在去天堂的一个小时之前 拍下的照片 坐在这里的最后几个小时 你都想了些什么呢 真的很对不起你 很想你 在你走后的这一个月 爸爸的头发全白了 没有酒 没有药的话 整天整夜的睡不着 妈妈也是整天只看着窗外 真的好想你 祝你生日快乐 然后这是 这次中秋节拍的照片 怕你回来之后挨饿 爸妈准备了好几年 都没有做的祭祀桌 奶奶一直哭着说 为什么是你先走了 还打电话给别的亲戚们 跟他们说 孙儿你可能会路过 希望你们能给他准备一杯水 我们来看一下 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天哪 怎么能有这种人 现在应该会有人说 为什么傻傻的被欺负 但是看IG的话 这位是在职场非常有能力的人 心里被操控的有多严重的话 才会这样一直道歉呢 为什么没离婚呢 说这种话的人 是在二次嫁害受害者 就好像是对被性侵的人说 为什么没能躲过一样 十年来的心理操控 让示怀者自暴自弃 觉得什么都是自己的错 谁都不喜欢我 所以要跟这个人生活 爸爸以为女儿借钱 只是小女儿在撒娇 就汇款了80万 真的很心疼 目前要求处罚 军人老公的青瓦台联手 已经突破了20万 正在等待政府的回答 对于军人老公的聊天内容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